在第13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 曾活跃在中国乡村的三蹦子退去土味 经改良升级首发亮相 成为海外客商热捧的潮物 近年来 电动智能化三轮车频繁出现在欧美街头 且越来越受到外国人喜爱 相关短视频火爆网络 有人笑称 倒车请注意 可能是外国人学会的第一句中文 倒车请注意 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这是三轮车 那么从最开始 从脚灯子的三轮车开始 那个时候也有商用的 拉货的 也有客用的 也是拉人的 然后慢慢到燃油时代 到现在电力时代 那么我们现在出于这款光伏的车型 也是在试 我们是不是能通过光伏去再取代电的位置 金鹏集团带来的新款三轮车 外形与小汽车类似 其车顶加装了太阳能光伏储能板 续航100公里以上 特别适合在光照资源丰富的地方使用 在广交会上成交相当活跃 这次广交会我看到了很多亚非拉区域的客商 然后尤其非洲客商比较多 我们这款车就是应用的首选的区域 还是非洲 因为它是一个光伏储能出行的这么一款车型 我们第一天大概成交48台 然后整体的金额下来 应该是转换人民币应该是2000多万 然后第二天的话应该是有1700多万 记者巡管了解到 车辆续航、动力模式、价格、应用场景 都是海外采购商最关注的几个问题 在广交会的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推介区 一企业展出了针对欧盟和南美市场的 简易款、豪华款三轮车 因为看好三轮车的海外销售前景 该企业在近两年开始开拓外贸业务 他们过来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 载重多少啊 能开多少里程啊 只有电池控制器和电池 这三样东西做好了 你在国外还有市场 外贸是这两年刚往始步 现在我们已经合作了 就是像柬埔寨啊 俄罗斯啊 巴士啊 墨士哥啊 在淮海控股集团的掌位前 葡萄牙采购商费尔南多 被一辆外形美观的电动三轮车吸引 他详细询问了销售人员车的性能 并表示很感兴趣 据介绍 该企业针对欧洲市场开发了一款车型 即硬件智能化与一体 还取得了欧盟国际外观设计专利 我们开发这个车主要是面向欧洲市场 它独特之处在于呢 是我们整个的产品的硬件 产品的这个整车和智能化是合为一体的 除了这个车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套控制系统 可以搭载这个整个的后台数据 行鸿燕表示 在欧美地区 公司的竞争力在于为当地用户提供电池系统和快充系统解决方案 从单纯的产品输出变为生态构建 同时他希望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走出去完善整个产业链 据统计 全球电动三轮车市场规模呈现稳步扩张的态势 2023年 全球电动三轮车市场销售额达到618.6亿元人民币 预计2030年将达到1498.9亿元 全球电动三轮车市场销售预计 全球电动三轮车市场销售预计